47. 東方日報 中港聯手強監管深股通不宜急推 2015年7月27日產經B02產平內地6月股災拖累港股大跌 中央多個部門組成國家隊聯手七招A股7月初回升企運 但中港股市危機卻仍未消除 據悉中港正深化監管合作跨境調查互股通的A股不正常交易 反映兩地金融市場進一步融合的所謂一體化 無可否認 致活港通開通後 港市A股化 經歷了罕見的大起大落市房 兩地監管機構除了要加強合作外 涉及大量世價股的深港通何時推出 更應三思而後行 不能操之過急 避免港股市場波動進一步惡化失控 上月中A股一到累跌三成 中央進行救市保領然A股心股市低位反彈超過兩成 市房終於回穩 中央為挽回投資者對A股信心 近期的監管明顯升級 中證監更高調表示將處理新一批違法違規案件 在已久大方面加強稽查執法以及打擊內幕交易 據悉 調查對象更由境內延伸至境外 並促請香港證監會向本港勸商 撒取近期涉及互股通的A股交易記錄 查核是否涉及不正常操作 這涉及兩地監管資訊交換 在中港股市互聯互通的大氣候下 可以說是必然的趨勢 胡港通去年11月正式開通 配合內地的減息降準的刺激經濟措施 中港股開始大幅上升 中央同時亦積極籌備深港通計劃 又宣布允許部分內地與香港基金 互相承認及跨境營業 令中港股市同時針淫在牛市氣氛中 其後可惜無以為計 A股大社亦拖累港股急錯 內地投資者在內地無法沽貨 唯有轉到本港股貨套現 此一度急跌如2100點 創歷來最大點數跌幅 使放之慘力令投資者醒各中港股市互通下 此可以大升 亦可以大跌的市場現實 內地股市至今仍不是成熟股市 港股在互港通推出後逐步走向 A股化 股市生態發生微妙變化 個別中世價股成交急增 今次股災令不少本港散戶紛紛中復 損失慘重 深港通的籌備工作須以基本完成 並可能會在下半年推出 但中港股市市況逆轉 走勢及前景未穩定下來 是否需要急推深港通應從場計議 值得留意的是 深交所除了主板外 還有中小板及創業板 可投資的股票數量較多 上市公司規模相對較少 亦即時中小型股會主導未來 深港通的投資角色 勢必令港股波動性大增 顛股永遠只會令市場更趨不穩 投資者更隨時在波動市況中被淹沒 深港通在目前市況下 實在不宜草率登場 實在不宜草率登場 我們看到有百分之外 公司有超市民現場